應該是看他投球姿勢 簡複製喔 這個複製人 因此以攻擊來看的話 棒子輪替 這一局對兄弟來講 確實有很好的一個得分機會 包括像簡複製 以及彭正 以及周思琦 因為你做犧牲觸擊 沒人出局送到二的 應該一出局 用一個出局數 送到二的就下面兩棒賭一棒 兩棒賭一棒 有數下安打就有機會得分 現在是簡複製 先來打下一棒就彭正 五小林鴻鈺把這個球擋住喔 擋得不錯 因此其實以今天兄弟相的一個攻擊來看 在比賽的前半段 真的是失去了很多可以得分的好機會 但最主要還是來自於出現的 一隻雙殺打贏跟一次的雙殺手臂喔 從回千八陣容的曾兆豪 他其實真的去年亞洲聚邦大賽 對於中國 中國之星隊 投了七局 失一分啊 十四比一啊 完頭勝 這一個球很紮實 走外野方向 這一個球 像是別人心的女朋友回復來了 簡複製翹出了 兩分大點的全雷達 兄弟相對敲出全雷達了 也是由簡複製紅出去的 簡複製四年來 職棒生涯的第一支全雷達 讓兄弟相對取得了2比0的領先 生涯守紅 打職棒四年了 第四年了 第一支的生涯第一支全雷達 這個球真的是打得夠平啊 平射炮飛出去 我真的 讓人沒有料想到是 複製人減複製開跑 真的 這個球員 生涯第一轟啊 可能剛剛很多人都想說 兩棒補一棒應該是 童正銘那一棒吧 結果減複製 不是一分為滿足 一棒轟出去了 所以近況來講的話 簡複製確實是還不錯 對 27歲打職棒了 第四年了 他是今天是21號 他4月23號生日 27歲生日 就是快要生日了 禮拜二 下禮拜二 真的沒想到 一起來轟出去 才170公分高的 算滿迷你的一位球員 但是其實雖然剛剛那個 平射爆 但是我們前面就提過 因為今天現場風勢來看 對友達者確實比較有力 掌握了一個 比較偏高的直岔球 我一棒真的是打得夠深遠 減複製 而且他還是因為 在這個禮拜五 因為實驗尾受傷下二軍 他才拉上 才有先發機會的 是 他拉上來是成紅鬼 不過他 其實自己的狀況都保持得不錯 不過曾照好挨了一炮 是沒有想到 減複製 但是其實以剛剛曾照好 那一個球來講 確實投得真的太甜 只差球都是失投 就像一顆 有一種 失速的直球過來 確實也是活生 被減複製給打到了 打擊輪到第三棒的 紅正銘 回棒落空 曾照好怒三正紅正銘 不過減複製 令人驚豔的生涯低轟 兩分炮 讓兄弟相對取得了 2比0的領先 我以為三出局了 才兩出局了 減複製 這支球員 又讓你太感動了 對 因為 整個混亂了 因為減複製 他第一年 在兄弟相對 才打了165個打擊 這是最多的 第二年 來看周思琦這個球 優愛野手手得很深 被優愛野手 曾豪居給戒殺了 不過現在真的是三出局了 兄弟相對 靠著減複製 生涯低轟 兩分炮 目前取得了2比0的領先 大約 一分之一 總是